大家好 我是小铃 鎖定小铃才见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话语消息 这两天对于中国疫情的关注度 还有看到点击率 大家 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 看到 背后是什么东西 背后就是 用一句文艺小金星的话来讲 这就叫做民怨沸腾 用中共的话来讲 这舆情管控 失控了 舆情管控失败了 真的这次可见 民间下面 老百姓 真的是痛了 之前又很牛逼厉害了 我的国清零 这次可能随着病毒 慢慢变异 传染力也越来越强 凑巧 所以我说了中国疫情很久没有清零了 反反复复一直都是这样 搞到下面做生意 真的是民怨沸腾 就已经现在这个社会舆情 很久没有试过了 之前能够这么热的话 一个可能是香港反送中吧 之前印象中还有一个中美贸易战 能够就是让整个社会广泛关注 然后这个矛盾升级的这么严峻 刚好我说了他北京冬奥会放不了 所以就现在就 这矛盾非常激烈 所以我们这个视频 还是先把疫情的信息再梳理梳理 有几个人要骂的 真的是不行 有一个人口问题 还有一带一路问题的视频 我放到明天 明天再放吧 这个还有轻重缓急 我们还是先说疫情 这个视频先说疫情吧 就是第一个 我们先说疫情 就是第一个呢 月康马 月康马的事情 月康马居然崩溃了 1月10号上午9点 就今天嘛 今天广深地区网民反映 月康马无法正常显示 记者联系了多个市民 还有咨询呢 广州市集健康马 还有深圳市集健康马的运营方 工作人员是怎么回应的呢 工作人员的回应是月康马出现了系统故障 技术部门正在维护 建议稍后再试 然后后来再打了一次电话记者 然后这是蓝王日报做的报道 就接线人员说系统升级 然后后来就恢复呢 就这个事情就看到 连广东这边也崩溃 一个是月康马 一个是前两天是天津马 天津也有个马 也是有网民反映崩溃的这个事情 在联系之前 那个西安 西安马一马通也是崩溃 可见当时西安的领导也是挺老实的 当时他说大家不要集中刷 你们把它刷爆了 当时我们当然是批评他了 我说妈的你搞个东西出来 你不让人刷 你怪网民刷呢 你以为我好想刷 要不是你叫我们去验核酸呢 搞得我们该猛啊 我们很想说 你以为我们很想打开啊 但事实上啊 现在回想起来 看来也是 那个人也是说的老实话 就是他这个系统 看来他是无法承受的 所以后面的配套 不单止我们看到的这个送粮食的问题 配餐的问题 现在今天还在搞什么正能量啊 说不要抢菜啊 无条件相信国家 怎么就相信你妈逼 相信国家不要抢菜啊 所以就是到时候贵了也不好搞啊 对吧 贵了人民老百姓也承受不住啊 现在老百姓不是大把钱啊 不是说你贵了也一倍两倍三倍 我们的我们大把钱啊 开玩笑 老百姓那边 多几毛钱我都要算 真的是 现在人大家月收入有六一元 月收入只有一千块 他也不知道民间多辛苦啊 所以他这个东西 月康嘛 还有他集中刷的背后 也是他在大规模检测嘛 周边几个城市听说都在检测了 就是广东啊 不单只是佛山啊 东莞呢 都在有一些重点场所在检测 他一检测就大家都要刷 然后一管控就要刷 一刷一多刷的呢 他就崩溃了 这是一个我觉得值得关注的 另外一个是西安啊 西安你看 今天又新增15例本土确诊 重点人群筛查 发现两例 西安的这个社会性清零 完全是个烧操作 我上两天就说烧操作 我在这里再说一次 这是个伪命题 第一你的社会面清零转移到你 你搭把车往外运啊 我刚刚那个试骗 往外运你就必然有外衣的可能性 对不对 这是个烧操作 另外一个 这是个自我矛盾的东西 你如果能确定现在究竟有多少疫情 那你就把它控制住了 当你无法控制它 也就代表你确定不了哪里有病毒 你确定不了哪里有病毒 你往外运 社会面清零之所以行得通 你是知道哪里有病毒 哪里没病毒才行得通 你都不知道哪里有病毒 你只能撒胡椒面啊 你把鱼翁烧碗啊 也往外运 大片大片往外运 其实这个 它就本来就是个自相矛盾的东西 而且它这样做呢 主要问题还在于就是它这个社会资源消耗相当严重 本来清零的政策它就是对资源消耗本来就很严重 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下还要加大消耗 是不是 社会面清零就是加大隔离嘛 说白了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 加大隔离嘛 那这是对资源的进一步加速的消耗 就是清零的升级版 这社会资源再消耗你兜得住吗 现在兜不住 深圳之所以看上去还游然有余 它封的都是局部小区嘛 对吧 有些五毛粉红竟然说不是就是局部小区 我知道是局部小区 当它不是局部小区的时候 你就兜不住了 你深圳一样像西安那样 你现在之所以感觉还行 因为你封的是局部小区 你资源还跟得上 到底不是局部小区的时候 你就跟不上了 你就刚刚 你以为吗 深圳多牛逼吗 我都说这是一种宣传 树立一个正面的点心 但如果这个疫情真的发展这么快的时候 深圳一样掉链子 没有一个城市的资源能够 这是一个某 又是一个悖论的东西 一个城市它的资源就是底下金字塔 底下很多人去维持它的 这个城市的资源 当你把它全封起来 它就是没资源 一样的 西安这个社会面积年相当失败 其实看上去做了数据 但其实社会的付出 这种cost 就这种成本会更加大 对吧 是不是 这些成本更加大 就是为了数据好看的 还不如就关家里 社会成本还低一点 老老实实配菜 说的配菜 我们跟进一下就是民怨沸腾 又是那个河马生仙 安徽河马生仙 在疫情期间坚持原价出售 老百姓还能买到两三块钱一斤的便宜菜 可以说非常良心 但是河马就得罪人了 居然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还在这里搞事情 不是做好事 居然做这种鬼事 给河马开罚单 他可能觉得河马赚了钱 赚了钱 欧点保护费出来 政府也没钱 是吧 但是你好歹的给个像样点的理由 对吧 叫什么 操作台上放有未经清洗的鸡蛋 我知道很多都报了 但是我还在说一说 什么鬼东西 反正我在日本 中国的蛋都没洗过 不要说日本蛋 日本蛋还生吃的 要达到细菌的含量 要达到可以生吃的标准 哪怕是中国的蛋 你不可能洗外壳 这是神经病的 没事找事 这已经不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了 这是鸡蛋外面挑骨头 操作间摆放混乱 这就是个非常感性的东西 没标准 什么叫摆放混乱 没标准的这些东西 操作间摆放混乱 这些就是不量化的东西 这属于就是找个理由 面包与工作人员衣服混乱 哪怕他真是我告诉你 疫情现在配送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他就是有点错 这个都是相当正常 工作真的是跟不上 就在这个时候 他妈搞这种事情 是吧 官方真的是显得主次不分 网友们评论 阴谋论就是你看之前河马被造谣 已经被造谣有员工阳性 所以两个事情联合起来 感觉是有人动了谁的利益 接二连三要搞河马 天怒人怨搞这么多事情 所以我说了 现在是舆论大爆发 真的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舆论大爆发了 五毛粉红怎么洗洗不过来了 还有一个人要屌屌他的 吴尊柔 这个屌毛啊 什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这个是个智障玩意儿 简直就他的指挥疫情搞得我们该猛啊 这个屌毛啊 他说疫情现在很难检测 他说什么呢 这个轻症使这个病毒引力性极强 那你识别有更多的轻症病人待在家里面 却传染了啊 防范奥米克戎要特别注意哦 奥米克戎症状较轻啊 发现很难哦 更易传播啊 是一大挑战啊 你的麻痹的神经病玩意儿啊 你说他是不是有病 一个病毒如果个个都是轻症 你还防他干嘛 你不不本末倒置吗 你防他干嘛 一个病毒不死人的 你防他干嘛 这是不是本末倒置 你说 你这说出来的吗 你不觉得能自圆其说吗 如果个个都是轻症 你为什么要防着他呢 哇塞 所以你说嘛 啊 真的是啊 我因为他很狡猾 病毒很狡猾 他都个个都轻症 个个都无症状 那你防着他干嘛 你中国死亡率百万分之零点四 为什么还要防 你告诉我 你你现在搞了几个孕妇 我现在国家人口啊 我明天再说人口问题啊 都没没孩子了 你还搞死几个孩子 你知不知道多珍贵 现在一个孩子啊 你怎么赔 监狱里面死死一个人都二十万 死一个婴儿你赔多少 还是个祖国的花朵 至起码要放弃赔对吧 哎 你不要说钱有没有用赔再说 哈哈 没用你也要赔 赔完再说 哎真的是 所以这这这这群屌猫啊 我们疫苗很有效 叫大家继续打疫苗 哎呦 服了气了 所以这这这这都是不知道什么人来的啊 还有一个钟南山里是啊 钟老板哎 我客气一点 我叫他钟老板 他不是个老板吗 你以为他是什么 他他现在还是医生 哎 他已经是老板了 不是医生了 啊 哪些人可以回家过年 要问一下钟南山 哎呦我的妈 现在回家过年还要批准呢 年不能你说过就过 要组织批准 以后过年 他妈要钟南山批准 要钟老批准 钟老说什么 哎呀不是说一年就一年 你说给一个时间 你这玩意真的如果 你现在如果让一个中国人去选择 你这辈子就像现在这样 我认为无论是五毛小粉红 他不会同意的 现在大家是假定这玩意是暂死的 你如果真去问五毛粉红 你说这辈子就这样了 啊 你你问问他什么反应 他其实他也接受不了啊 现在大家是假定这玩意是暂死的 但是你真拿个合约过来 你说哦 你这辈子就这样了啊 就不能出国了 不能旅游了 然后你签个字同意 谁都同意不了你想想对吧 我宁愿去感染一下说说白了他 哎 所以就是闹剧啊 就在这这个情况下啊 这个视频顺便把它说完 这两个新闻不是很大 但是我觉得就就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你看他还在骚操做什么鬼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香港 还派一个新疆的武警总队去香港 彭金堂啊 这个事情 因为这两天没有流量 我顺便在这里说完了 我估计我如果单纯说这个没人看 我就顺便说你想想疫情这么严重 还在搞这种事情啊 还嫌事情不够多 是吧 把一个新疆的武警总队参谋长 哦放到香港去玩犊子喽 你说没事找是不会挑时间吗 是吧 不会挑时间 所以这个也是我估计 是影响深远的 但是也大家都不好说 但是这肯定不是个好事情 就是香港 香港的朋友能走还是赶紧走吧 不要等了 不要等了 连新疆的总参谋长都叫去香港 你还等着吗 现在以疫情的理由 把香港的飞机好像停了很多 哎呦 玩肚子喽 还有啊你看跟印度也是打起来了 在最没事找事吗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没钱了 没资源了 还在印度干嘛 起地名 关于增补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 起地名 起名字 就占领那个地方嘛 给他起名字建大桥 建班公湖大桥 有利于军队就快速进入 哎呀 进什么呀 你有本事 你就开军队过去印度的 浪费国家资源 所以我说的 就共产党你不要评论他做的事情 对与不对 现在不是对与不对 你说不对 能决定吗 不就是领导拍一拍拍桌子决定 不禁任何人同意 浪费这么多钱神经病吧 你问你 如果你让全中国人投票 花个好几万页 把西藏边上的鸟不拉屎的地方抢回来 你真的是问一下全中国人 如果这几万亿 如果用来提高一下民生待遇 是吧 哎呦 真的不是说什么什么反动啊 就是按照一般中国人 按照民哀民生之多尖啊 对不对 哎呦真的是 这怎么过这日子你说 天天在搞什么事情 哎呦 所以这个 先聊到这一半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订阅分享 拜拜